经营餐饮店获得日本经营管理签证的优势 1.下签率高 餐饮店铺要比普通办公室信用度高 因为住金贵 前期担保金额高 另一方面饮食店属于重运营需要雇佣服务员及厨师 进一步提高了公司在日本实际经营项目的真实性 并且为日本人就业和纳税做了贡献 因此能保证可持续经营的前提下 开一家餐饮店拿到投资一名的签证的下签率和之后的续签率都非常高 2.容易经营毛利高 比起各种西餐 中国的饮食口味和日本更加相似 所以对于中餐店 日本人的接受度还是非常高的 经营风险也相对较低 而且近几年在日本掀起的中华 真中华料理乐 也让中国餐厅成功打开了日本市场 木煤价廉是日本人对中餐的普遍评价 再加上受益性影响日本本土餐饮店大批倒闭 这也无疑给了中国餐饮店更多机遇 3.开家蒙店省心省力 如果自己没有经营餐厅的经验 也可以选择加盟一些快餐店 开店做家蒙 产品 装修模板 品牌都是现成的 省心省力 临经验者都可以上手 而且直接借用总部的招牌很惊艳 可以大大降低投资和经营的风险 另外 家蒙店由于承携了连锁系统的商与 等于给顾客吃下了定心丸 随着近几年 越来越多的中餐厅打开日本市场 更多的日本人开始接受中国美食 开家蒙店也有了性能品牌背书 而且对于新移民加盟店主所担心的语言障碍 生活习惯等问题 都可以在同一招牌下而受到维护 4.日元贬值 从今年初到目前为止 日元已经暴跌了约30% 对于海外投资者来讲 这绝对是一个难得的机遇 云厨房日本经营管理签证加盟项目 投资形式 全托管运营 认购配额 2000万日币 约105万元人民币 完善退出机制 东京设立公司加加日本金管签 可通过办理商务签证赴日本考察